最近的那個壓力來源呢 就是老師覺得自己好像真的 因為我現在就是到了這個年紀 我身邊所有的朋友 要嘛結婚生小孩 要嘛有買了房子或買了車子 然後我們大家出去聚會的時候 他們不是在討論車貸房貸 就是在討論老公老婆 或是在講小孩 我一句話都插不上去 因為我就是沒有車也沒有房 我也沒有老公也沒有小孩 然後我就會坐在那邊想說 欸 又要講什麼啊 然後我就會很安靜 然後就覺得當下就會想說 完蛋了完蛋了 我都跟不上同年紀的人 然後當下就覺得壓力很大 這樣的話呢 隨著一天又一天 你這個壓力會越來越大 真的 然後漸漸你會發現你沒朋友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結婚 然後接著就有小孩了 然後家庭跟家庭呢 他們就一起出遊了 對 他們現在就是會有那種聚會 然後就沒有我 他們就會說 因為我們有帶小孩 想說就是家庭聚會 所以沒有找你 然後我就會想說 被鼓勵 有時候你們會為了 勉強自己去參加他們的 你就 這也太可怕了吧 你除了說這樣會被 會被周邊的朋友影響 想說大家都結婚了 你就會去往那個方向 好 那接著你就會 病急亂投一了 你想說我也要像他們這樣 好 可是很急很急怎麼辦 那就隨便找一個男人就 就覺得就處理了 對啊 就是對這樣也不行啊 但是重點是想要隨便找 也還找不到 然後就睡 就會想說怎麼辦 然後那個房子也是想 大家都在買房子 想說那我要買房子 然後我就去看了房子以後 怎麼都買不起啊 然後就覺得 因為他自己很焦慮 就大概都有 你沒有 對 重點是我要來分享 我的舒壓小物 舒壓小物是什麼呢 舒壓小物就是呢 因為呢 就是我每次像遇到這樣的狀況 或是遇到不開心的事情 就會很想叹氣 但是因為我非常討厭人家叹氣 因為我媽很愛叹氣 我每次一天要叹氣 我就一肚子活 然後再來 就是很多那個老師都會講說 不要叹氣 因為你一叹氣 你就把你的那個福氣 全部叹出去 越叹就越碎 對 就是越叹會越碎 可是有的時候 你就是會很想叹氣 因為你就壓力很大啊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然後我就發現了一個小物 就是這個 它就是呢 叹氣機 真的啊 沒錯 是嗎 以前獨擺一段 然後再按這樣子 好 朋友全部都結了婚 生了小孩 還買了房子 我真是一個垃圾 這有點像放屁 沒有 這有點像放屁 因為它這上面有分 譬如說它有男生叹氣 女生叹氣 被嚇到的叹氣 然後還有這個 世界末日的叹氣 那我們來試試世界末日叹氣 來 感覺有點像騙态 像騙态 凱莉 這個對妳有幫助嗎 看 我覺得它叹氣 應該要再大聲一點的感覺 是不是 太大聲的話也很不寫實 你一般人叹氣 也不會叹到多大聲啊 哪有一般人 紓壓壓力的話 叹氣那種 啊 對 對不起 這樣子才是 像福氣就不見了 自己喊出來才會 但確實自己不會叹氣 這個太輕柔 即便是世界末日 那個也張力不足 妳這個是去找我店買的 是 沒有錯 但就是偷偷的小道具 因為自己不想叹氣 就拿它壓一下壓一下 也喜歡按 然後也就是讓自己 不要福氣被吹出去 妳這個稍嫌幼稚 有 妳可以嗎 這個舒服嗎 我都很懷疑 我都很懷疑 真的 這看起來好像嬰兒 豐田 我覺得我們來發展這個副業 我們就 租一個像道場的 那樣的地方對不對 一個空間 然後就一塊墊子 然後一塊布 我們就負責幫忙人家包 成本過低 好像可以喔 這個聲音 沒有 我們就放一些冥想音樂 對 放音樂 放一些喜多郎那種冥想音樂 放人家翻起來 包起來就看不到了 就包起來 小屁 沒有 壓力好大 不會 很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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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莫莉塔 放鬆 豐田 我覺得妳這次綁比較緊 那些是 不會 妳放鬆 可以 等一下 要瘋了 等一下 也太用力了吧 要瘋起來了 我跟你講 好像以前的飯糰一樣 你剛剛比較溫柔 豐田 你現在怎麼不舒服 差很多 我差太多了 妳剛剛 妳現在在打包裹對不對 對 乾淨度 你剛剛好溫柔 你現在怎麼這麼粗辱 他可以弄很慢 妳躺著 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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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行 他的骨頭比較硬 有沒有舒服 沒有 對啦 你讓他躺好 我們繼續錄 他自己打開了 我們繼續錄 這個可以自己打開了 你想辦法 不是 你有沒有感覺 紓壓了 莉莉塔 完全 我覺得 你給他打開了 我覺得很紓壓的是我們 我們看得很開心 是我們紓壓 真的 你這樣讓他滾 真的很紓壓 輕輕弄 真的很紓壓 沒有 你幫他滾 來 繼續滾 妳可以嗎 他不行 他骨頭比較硬 壓力好大 老同學了 老同學了 妳那麼紅 哪裡紓壓 而且這個 我直接被枕了 有可能你有幽臂恐懼症 對 通常都會放鬆 很放鬆 而且跟男生 女生 男女朋友這樣子 不是因為風景 你剛剛太粗辱了 有嗎 人家好不好 你把他綁得那麼 你這麼粗辱 無意識 你剛剛那種鱗槍 都是很輕這樣子 真的 他跟他做是超優勵的 因為我對女生特別好 而且他也沒有問我說 這樣會不會看 他只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直接 你剛剛那個嘴臉 就有點像SM 你知道嗎 對 有這種感覺 妳有M的性質 沒有 去揍他 去揍他 好 剛剛蘿莉塔那個 探洗製造機 證實是失敗的 給妳一個上述的機會 妳還有別的紓壓的方法嗎 對 我還有別的紓壓 因為剛剛玉琳哥 顯說那個太幼稚 對 太幼稚 那我就來給大家一個 因為有的時候壓力很大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 把那個重心 就是不要想那些雜事 想要把重心 放到別的東西上面 像這種時候怎麼辦 我就會看 少女的A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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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是因為像我看的這個 她是有劇情的 然後主角都會畫得很漂亮 她其實是少女漫畫 她會談戀愛 有劇情的 有劇情的 畫得很好看的 一般我們都快轉 不是 可是因為像我 就是快翻這樣子 可是女生就喜歡看有劇情 對 我們女生就喜歡看劇情 就會覺得融入在那個劇情裡面 很浪漫這樣子 對 一般我們 像你拿的這個是男男的 男男的 男男的戀愛漫畫 對 對 這個 蘿莉塔 好東西 蘿莉塔 好東西 我記妳是一個冰清郁婕的美少女 妳A漫裡面給我放保險套 這不是 她就輸了 這不是 看一看了 覺得壓力要釋放 妳有種就打開來用看看 這是什麼 不是 妳看了感覺來了 妳這個什麼 去套誰 不是 這個東西是因為現在疫情期間 那妳就是要常常擦東西 洗手幹嘛的 正好我家的用完了 你家也用完了 這是 你看你多窩錯 獅子巾也想到別東西去 這個也是給男生擦那裡的 沒有 這只有酒精 你擦了 你要是擦了為那個發炎 擦手 對 對 然後反正 寵物 情人 調教法 這是男男的 這是男男的 然後像我都會 因為大家可能會想 有些是像這種一整套 一整套太長了 那你可能就會覺得很麻煩 那你就可以看像這種單型本 因為它一本裡面可能就是 一兩個小故事 或是一個小故事而已 很想吃掉你 對 然後或是像這個 他們什麼 隔壁愛愛日記 隔壁愛愛日記 對 快感無限的KISS 還有真人真事的 他的書名都好幼稚 真人真事 哪裡 大家的H體驗 這是真人真事 這是真人真事的漫畫 裡面真的有那一種 裡面就是會有讀者投書 說他們的真實的體驗 所以就是像男生會看A片書 那我就是看這個 因為它就是漂亮 然後畫得很 讓女生很有狹感 它有唯美的部分 像他們這種親吻的畫面 其實是滿唯美的 對啊 是他們是真的有在談戀愛 然後但是也是很唯美的那一首 一開始100頁 可是看到最後可能會剩30頁 因為其他都黏起來 不是 那是女生 這是給女生看的 不是 那我問妳 那妳看了 妳的感覺就來了 看完沒有看完以後 妳就會覺得很放鬆 因為其實就是妳除了會覺得 有些故事當然是很不合理 看完妳就會覺得 這很不合理 然後就覺得很好笑 就很紓壓這樣子 對 像這個字 妳要來借書是不是 妳要來 妳是不是常在 這是我的學生贈 我 個人比較推這一本 寵物行程 一個禮拜要緩喔 不然每一本要再加五塊喔 對